地檢署证实刘伟健涉嫌贩卖二级毒品大麻 已经把人带回征讯 晚间已经向法院申请积压 根据台中地检署的说明 警方昨天晚间是到他未在北部的住处进行搜索 将人带回台中征讯 认为他涉嫌贩卖毒品大麻 但是贩卖的数量和手法目前仍在调查 至于本人是否有吸食毒品 还在等待检验结果